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的11月数据显示 第三季度全球半导体锡晶圆出货面积33.13亿平方英寸 既减0.4% 年增3.1% 减示市场复苏态势疲软 SEMI表示 人工智慧 AI推动半导体先进制程投资扩张 进而带动锡晶圆需求增长 12英寸锡晶圆出货量成长是推升今年来锡晶圆出货较较去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动能 据悉 锡晶圆是大多数半导体的基本构建材料 而半导体是所有电子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高度工程化的薄盘直径可达300毫米 是大多数半导体制造的基板材料 此前 SEMI预期 2025年半导体锡晶圆总出货量渴望增加5.4%至128.24亿平方英寸 主要得益于AI相关的先进逻辑及高频宽记忆体HBM需求强劲增长 在此背景之下 日本半导体材料开发商正积极扩大资本支出 以满足即将大规模生产2奈米先进晶片客户的需求 据报道 东京英工业诸事会社总裁总是记招透露 该公司计划投资200亿日元折合1.3亿美元 在韩国平泽市建设一座光组机工厂 预计于2030年投产 新工厂建成后 东京英工业在韩国的产能将增长3-4倍 主要服务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等客户 除光组机工厂外 东京英工业还计划在韩国追加投资120亿日元 兴建一座高纯度化学品生产工厂 用于半导体制造过程 这一系列投资举措正值三星和台积电 计划于今年开始量产2奈米晶片之际 而日本晶片制造商Rypedus也计划于2027年根据生产 为应对台积电计划在2028年采用1.4奈米工艺生产下一代产品 日本化学品供应商Edica将投资32亿日元 在磁城县工厂安装新型光组机材料量产设施 该设施预计将于2028年4月或之后投入营运 主要生产金属化合物 作为金属氧化物光组机MORE的核心材料 MORE曝光技术应用于极紫外曝光技术 能够实现更高的解析度 更适合超精细电路制造 与此同时JSR公司也在韩国建设一座MORE工厂 预计明年年底投产 日本企业在半导体原材料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光组机市场尤为突出 包括JSR在内的日本生产商控制着全球91%的市场份额 其他日本材料供应商也在积极扩产 日东纺织将在福岛县投资150亿日元新建一座工厂 预计2027年投产 届时特种玻璃材料产能将提高三倍 驯化成计划投资160亿日元 在金刚县工厂增设一条菊原材料生产线 目标于2028财年上半年开始投产 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 全球晶片材料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4年的720亿美元增长35% 在2030年达到970亿美元 人工智慧领域对先进晶片的需求持续强劲 加之晶片堆叠高度和密度不断提高 单个晶片封装通常需要使用更多材料 这进一步推动了材料市场的扩张 尽管韩国和台湾企业在先进晶片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但日本企业在原材料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晶片需求激增 原材料短缺的担忧日益加剧 生产商正竞相投资以确保稳定供应 全球半导体竞争愈演愈烈之际 台积电长期稳作晶圆代工龙头 几乎主导高阶制程的节奏 然而日本半导体专家却认为 台积电或许正面临一场内部文化的遗忧 可能为日本半导体国家队 RAP-DIS带来一次的逆袭机会 根据周诺斯报道 长期活跃于日本东洋经济专栏 同时具备跨国半导体产业经验的工程师 Jill Peo指出 台积电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 超越日本与韩国厂商 关键不仅是技术突破 而在于自动化的取舍哲学 他解释 日本企业过去一味追求全面自动化 结果导致设备与维护成本暴增 台积电则反其道而行 仅在必要环节倒入机械流程 能以人工处理的部分 则维持灵活的人力做 这种务实而非炫技的制造哲学 使其成本结构与效率远胜日本 逐步建立全球竞争力 然而 Jill Peo也观察到 一旦企业成功规模化 文化转变 往往比技术变化更具杀伤力 他直言 过去那种客户任何需求 都要满足的台积电精神 正在新一代主管之间逐渐淡化 他忧心 这种变化可能让公司在面对细微 但重要的客制化需求时 变得迟钝 正好为对手创造机会 对此 日本半导体国家队 Rapidus被视为有机可乘 Jill Peo指出 日本半导体最后一次的荣光 可追溯至2000年 PlayStation 2盛行的年代 自那之后 日本在晶圆制造上逐步失事 许多企业宁可依赖进口晶片 然而 2020年 全球晶片短缺 彻底改变了这种想法 也促使日本政府 成立了半导体国家队 Rapidus 试图重振半导体实力 Rapidus的成功条件 不只是技术问题 更取决于产业是否团结 是否有稳定的本土客户 愿意下单 Jill Peo强调 日本若想重返舞台 不能仅靠政府补助 或引进海外人才 而须建立内部市场的良性循环 他同时分析了全球境局 美国尽管投入巨资建厂 但高昂的人力成本与移民政策限制 使工程师短缺成为死劫 韩国虽具备强势的记忆体制造能力 却在成本控制上依旧面临挑战 而中国则在美国出口管制下 加速自主研发 虽暂时无法掌握EUV技术 却仍能利用旧设备稳步扩张产能 相较之下 台积电仍是全世界最具技术整合力的制造商 但其面临的挑战也愈发多元 不只是市场竞争 更包括组织文化与世代交替 只有颇有认为 台积电过去以创业家精神驱动的文化 如今在年轻主管接班后 逐渐变得制度化 官僚化 他们可能不再愿意花时间处理 微小但关键的需求 而这正是Rapidus最能切入的缝隙 不过他也坦言 日本要想趁势突围并不容易 Rapidus虽集合了东芝 IBM与多家半导体老将 但若无本土新创企业带动应用需求 在雄厚的技术也难以自立 最终关键在于市场与合作网络 如果日本企业仍各自为政 再多政府补助也只是空谈 总体来看 按照日本半导体专家的说法 从台积电的强势领导 到日本Rapidus的追赶 全球半导体竞赛 正从技术之争 逐渐转向文化与策略之争 台积电的强大依然无可撼动 但日本专家提醒 当灵活的人逐渐被制度的流程取代 领先者也可能在不知不觉间 为竞争对手创造机会 而那或许正是Rapidus最值得把握的 但成不成 还得看齐2奈米产品达到市场真实的反应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